金九目前七勝二十敗的戰績 與緊追的台營相同 但靠著對戰成績的優勢 仍保住第六名的位置 在前場輸球如此膠著 沒有退路的戰況 保總也落下狠話 刺激子弟兵們 就是跟他們講說 如果他們想要放假的話 那你可能比賽 你就可以不認真打之類 就是告訴他們說 你已經沒有什麼退路 你沒有在看 人家贏球輸球的本錢 你就是要靠自己 就是我也告訴他們說 你不要看著別人臉色打球 所有的勝負你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保貴跟我們說這樣一定要贏 不然下禮拜會 可能會比較難過一點 對 急需搶勝的金九 今天對上本季只贏過一次的蒲緣 不但已經擬定好策略賽前 更派出林立仁情搜老東家 因為這幾天其實 在前一禮拜的時候 就有跟他們一直在 一直在透露問他們說 他們有沒有用力打用力打 因為畢竟現在可能有幾支球隊 可能目前是在做調整的狀況 然後也是在偷偷問他們 有沒有要調整 說我問到邁教練 邁...邁...邁...邁教練 邁教練的答覆是 他們會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的打我們 那我們也會很用力很用力的回擊 可能幫忙並不要太多 一對一能守好 就盡量自己去守 不要再...就是大家幫來幫去 這樣幫到後面就是有可能會漏很... 漏到Q會很容易...沒有人去守啊 就是得分比較容易 就是可能...這個點要多注意一點嘛 邁教台英晉級爭奪戰越演越烈 剩下的三場比賽 每一場勝負都牽動著 誰將搶下最後一張季後賽門票 邁教能不能很用力很用力的打回去 保住優勢 就看林立仁的情鬆有沒有奏效了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